这对父子正在玩桌迷藏 可等儿子藏好 爸爸却接到电话出门了 儿子只好静静躲在窗帘后头 然而几个小时过去 爸爸全然忘记儿子还躲着 就这么躺在沙发上打起了呼噜 等睡醒后 爸爸悠闲地喝起咖啡 他注意到外面要下雨 却没发现儿子还在窗帘后头 几年过去 儿子还躲在角落 爸爸却要搬家了 甚至在走之前 他还说句 咱们啥也没落下 是吧 没过多久 新租客就搬了进来 随着时间流逝 房子的租客换了一拨又一拨 儿子也从曾经的小孩 慢慢变成油腻肥宅 而爸爸都始终没有发现 自己的儿子还藏在这窗帘后头 直直几十年过去 儿子成了邋遢大叔 当初那温馨的房子 现在都变得一干二净 破破旧旧 虽然孤灵一人 但有时也会有流浪汉进来避寒 等到他都成白发苍苍的大爷了 房子也终于得拆了 好家伙 家里有这么个老爸 真是让人遭罪啊 现在再看看下一位受害者 这个男人趴在斑马线上缓缓如动 全然不顾身旁鸣笛的汽车 只因他几天前被人催眠 把自己当成了一条蛇 哪知还没解开催眠 催眠师就出门接电话去了 直接把男人被催眠的事给忘了 男人就这么倒在地上 像蛇一样如动 不管他做些什么 都是用的脑袋 最搞笑的是他参加答题节目时 主持人问爆胎发生的声音是什么 他是这么回答的 甚至是撞车了 汽车都燃起熊熊烈火 男人才艰难地缓缓如出 直到最后 催眠师彻底忘记他的存在 男人就这样 永远地变成了一条蛇 所以说 做任何事都千万不要分心 不然上面这两条例子 就足以说明严重性 但别走开 下面更加搞笑 马路上 一颗大药丸摆在中央 只见一位交警破完而出 便吹起口哨 拦下驶来的汽车 他要求司机打开后备箱 里面装着的 全是肥腻五花肉 交警表示 你这这么多油 犯法的呀 不是不是 我送了二十多年火 这条路上我就没见过你啊 你说说 你从哪来的 只见交警再次吹起口哨 又拦了个摩车下来 来来来 你到哪去的 大腿大腿 那你打开油箱看看 哎呦 这么多油啊 不能去不能去 别逼逼来来 有油的东西就是不能进 所以问题来了 马到底行不行呢 只见交警神色突变 往摩车手走去 他伸出手往对方脸上摸去 乖乖 这脸这么油 你的脸也别想过去了 两司机不服了 那凭什么以前能进去吗 不是不是 不说他了 你又到底是谁啊 俺就是专门吸收 你们这些吸附在食物中的 多余油脂的 两司机四目相对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吗 乖倒 要是恰饭的都这么拍 我肯定乐意去买 那么你们觉得呢 泰国广告这次又对童话下手了 草地上 几个人正在演灰姑娘 谁正好能穿上这水晶鞋 就能和王子结婚 只见一只脚伸进去 完美且合适 女人喊道 我可以噎 不好意思 剧本写着的 就是灰姑娘能穿上 此时灰姑娘走出 一听继母的脚合适 就跟着附和 她可以她可以 此时王子想投票决定人 但灰姑娘压根没听 气得她当场就把剧本给扬了 只见灰姑娘拿来另一双水晶鞋 来吧继母 这鞋你收好 别碎了哈 导演一看 立马拿来锤子 方的一下过去 水晶鞋就被打飞了 接着她俯下身 看见了灰姑娘脚上的高跟鞋 不好意思啊导演 俺比较喜欢这双鞋子 太敢了太敢了 你就是女王啊 接着几人开始白雪公主 皇后拿着红苹果望着她 只要吃下 你就能变真白雪公主哦 笑死了 这女演员就是不按套路出牌啊 这剧本还能不能演了 不好意思哈 从你和野兽一起唱歌时 就不合理了 旁边的小矮人看不下去 你就赶紧吃吧 不就是毒苹果吗 后妈也等不及了 赶紧吃了吧 咱还等着收工喝奶茶呢 只见白雪公主思考片刻 便提出建议 那就让王子来吃吧 对方都懵了 开玩笑呢你在 哪个童话故事里 王子是会遭遇危险的呀 咱都非常安全的 哪只白雪公主已经砍上汉堡 直勾勾地盯着她 眼神架着把刀 还逼赖呢 给我吃吧 不得不说 这恰饭视频拍得真有意思 谁说俺的故事就要被别人书写了 俺要自己去写 俗话说得好 姐就是女王 自信放光芒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